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这次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震撼全美的重大事件 拜登总统宣布退出2024年竞选 这一历史性决定将民主党和整个国家推向了一条不确定的道路 拜登的退出并非简单的撤退 而是被党内压力所迫 使得2024年的选举剧本被彻底改写 副总统哈里斯现在成为了民主党的领导者 但他能否承受这样的重担 并成功击败特朗普 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拜登长达52年的政治生涯的结束 更让民主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抉择 从如何在短时间内稳固哈里斯的领导地位 到应对共和党的猛烈攻势 民主党需要快速行动 且没有任何失误的空间 现在的问题是 哈里斯能否真正巩固党内支持 并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愿景 以对抗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 接下来的日子将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政治压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 我们要讨论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退出2024年大选的历史性举动 这一事件 不仅重塑了民主党的竞选策略 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我们的信息来源是《华盛顿邮报》 这家报纸以其深入的政治分析和权威见解著称 让我们一起剖析这次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影响 这个星期天 拜登总统在全国范围内震惊地宣布 他将不再参与2024年的总统竞选 这一消息犹如一道闪电 迅速劈开了美国的政治天空 作为一名在政坛活跃了近52年的资深政治家 拜登的这一决定显得尤为重要 这不仅标志着其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 也对民主党和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拜登的退出宣布后 他表示全力支持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认为他将是秋季选举的最佳领导者 尽管这是许多人一直呼吁的结果 但这也让民主党走上了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 民主党内部已经有规则 来决定如何在现有情况下提名新的候选人 但这对哈里斯来说依然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不仅需要从一个次要角色迅速转变为领导者 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党内外广泛的支持 自从拜登在6月27日亚特兰大的辩论中表现不佳以来 党内的压力就不断增加 民主党人担心拜登可能无法击败特朗普 并且他的弱势可能导致共和党重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 上周的共和党大会上 党内完全团结在特朗普的提名人选之下 这进一步加大了对拜登的压力 最终拜登选择了屈服 这无疑是对他个人来说一个艰难的决定 现在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哈里斯身上 他不仅需要巩固民主党的支持 还需要证明自己比拜登更具吸引力和更有效的领导能力 以对抗特朗普 然而在如此紧迫的时间框架内 这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初步的民意调查显示 哈里斯的支持率略高于拜登 但他还没有经历过一场他是主角的竞选 也没有面对过来自特朗普阵营的猛烈攻击 此外 哈里斯还面临其他具体问题 他必须与拜登保持一致 不能提出任何与拜登不同的政策或政治观点 他的挑战在于 如何在保持拜登政策框架的同时 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领导风格和愿景 除了成为首位当选的女性总统之外 哈里斯需要证明 他不仅仅是拜登的年轻版 而是有能力带领国家走向新的未来 即将在8月19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 将是哈里斯定义自己独立于拜登的重要时刻 然而 在这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是否会有其他挑战者与哈里斯竞争提名 许多著名的民主党人 包括拜登在内正全力支持哈里斯 但只需要约3900名代表中的300个签名 就可以让其他人提出自己的提名 接下来的一周 各州首府将讨论是否挑战哈里斯的提名 这一切都充满了变数 民主党现在面临的困境是 如何在一个被视为公开和公平的过程中 提升哈里斯 而不是强行推上 但又不至于陷入混乱和分裂 共和党已经指责民主党不民主地迫使拜登退出 无视初选中压倒性支持拜登的选民意愿 与此同时 特朗普也在宣布后猛烈抨击拜登 这进一步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和紧张感 大会议程的规则委员会将很快再次开会 讨论是否在8月初进行虚拟点名投票 一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官员认为 这是确保提名人符合所有州选票资格的必要步骤 如果进行虚拟点名投票 哈里斯可能会在芝加哥大会前几周成为正式提名人 此外 哈里斯还需要迅速选择一位竞选伙伴 通常 这个过程需要几个月的仔细审查和筛选 但哈里斯必须在几周内完成这一任务 并迅速接受拜登的接力棒 推进对特朗普的竞选 一些他考虑的人选 可能会是那些敢于挑战他提名的民主党州长们 拜登的这一宣布让人想起了1968年 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在星期天晚上突然宣布 不再寻求或接受民主党提名的决定 当时 约翰逊表示 他这样做是为了集中全部精力履行总统职责 直到任期结束 拜登也表达了类似的理由 但在现代美国政治的复杂环境中 这一宣布的影响更加深远 约翰逊的决定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的做出的 学生抗议活动不断增强 约翰逊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削弱 而拜登的决定是在美国政治已经深刻分裂的一年做出的 尤其是在特朗普遭遇暗杀企图仅仅一周后 尽管拜登的退出不会引发像1968年那样的暴力和不和 但他将使民主党8月份的全国大会 成为现代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会议 并为秋季的选举带来难以预料的局面 这个夏天的星期天本应是一个适合户外活动和家庭聚会的安静时光 但拜登的这一宣布让政治再次侵入了美国的日常生活 震撼了整个体制 改变了总统竞选的路径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一天都将被铭记为历史性的一天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这一历史性事件背后的更多细节和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拜登总统宣布退出2024年竞选 这一决定在美国政治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并将民主党和国家带入了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 这标志着拜登长达近52年的政治生涯的结束 这段生涯从他29岁当选参议员开始 经历了多次家庭悲剧和两次白宫竞选失败 最终他在2020年击败特朗普 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 拜登的退出决定是在党内领袖的压力下做出的 他们担心他无法击败特朗普 并认为他的竞选可能会导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 拜登的声明伴随着对副总统哈里斯的支持 使他成为秋季选举的领导者 这让民主党走上了一条不确定的道路 即使这是许多人几乎在要求的道路 党内有规则指导他们 让哈里斯或其他人成为提名人 但没有规则能指导一个从次要角色 突然转变为领导者的候选人 哈里斯必须在这个转变中经受住考验 这将是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挑战 哈里斯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包括如何巩固民主党的支持 并成为一个具吸引力和有效的领导者和候选人来对抗特朗普 在这点上没有保证 只有一个似乎实现了愿望的党的紧张期望 现在必须承担后果 初步民调显示 哈里斯对特朗普的支持率略高于拜登 但他还没有的经历过一场 他是主角的竞选 也没有经历过特朗普阵营将对他进行的批评 哈里斯还需要选择一位竞选伙伴 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几个月的仔细审查 但哈里斯必须在几周内完成这一过程 并接受拜登的接力棒 推进对特朗普的竞选 许多著名的民主党人 包括拜登在内 正在尽其所能地支持他 但只需要大约3900名 代表中的300个签名 就可以让其他人提出自己作为潜在提名人 这一决定让人想起1968年时任总统林登 约翰逊宣布不会寻求或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惊讶 约翰逊的决定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做出的 而拜登的决定是在美国政治深刻分裂的一年做出的 今年仅一周前 特朗普遭遇暗杀企图 但幸存下来 民主党全国大会将于8月19日在芝加哥开始 这将是哈里斯定义自己独立于拜登的时刻 但在代表们到达之前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确定 会有任何挑战者与他竞争提名吗 民主党现在的困境 是如何在一个被世卫公开和公平的过程中提升哈里斯 而不是强行推进 但又不会陷入混乱和分裂 拜登的退出决定 使得这次会议成为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会议 并为秋季竞选带来无人预料的局面 这一天将被记住为前所未有和历史性的一天 无论这次竞选如何结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拜登退出2024年竞选 这绝对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佳选择 首先 以拜登的年龄 他的经历和健康状况 已经无法支持他再度参与高强度的竞选活动 根据华盛顿邮报 拜登在最近的辩论中表现不佳 这显示了他的竞选能力已经大不如前 其次 民主党内部早已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质疑 他的退出可以让更多有潜力的年轻人 有机会站上政治舞台 这就像当年1968年灵灯约翰逊在越南战争压力下决定不再竞选一样 都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 楚天说 你这话说得太轻松了 拜登的退出就像是一场政治上的大地震 完全是对民主党的一个巨大打击 你说他是为了国家利益 这简直就是在开玩笑 实际上 他的退出只会让民主党陷入更大的混乱 哈里斯虽然有潜力 但他从未经历过如此高压的竞选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他的支持率还不稳定 共和党那边可是已经完全团结在特朗普身后 这样一来 民主党在2024年的选举中 可能连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保不住 这跟当年林登约翰逊的情况完全不同 那时候还有个强有力的副总统汉弗来呢 哈里斯虽然经验不足 但他的潜力和活力是拜登无法比拟的 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 他的支持率已经略高于拜登 这说明选民对他的期望是很大的 更何况 拜登的退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民主党内部也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策略 并在大会中确立哈里斯的领导地位 这种情况类似于当年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领导民主党走向胜利 当时他也是一个被认为缺乏经验的年轻候选人 但他的活力和魅力最终赢得了选民的支持 楚天说 你这简直是拿哈里斯和肯尼迪相比 这也太高看他了吧 哈里斯虽有潜力 但他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应对特朗普的猛烈攻击还是未知数 根据路透社报导 特朗普已经开始针对哈里斯进行攻击 并且他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依然高气 再说了 民主党内部的调整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就像1968年芝加哥大会上暴力和不合一样 民主党现在内部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分裂和混乱 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指望哈里斯带领民主党取得胜利 他甚至连选个竞选伙伴的时间都不充裕 够了 谢琪琪 你那是典型的危言耸听 哈里斯的潜力是无可置疑的 他的多元背景和政治经历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更具吸引力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 年轻选民对哈里斯的支持度远高于拜登 这意味着民主党在未来的竞选中有望吸引更多的年轻选民 而且 拜登的退出也为民主党提供了一次重新整合和反思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在历史上多次证明是党派重生的契机 比如当年克林顿在1992年成功挑战老布什 楚天说你真的是太天真了 年轻选民支持度高又怎样 选举最重要的是全国性的支持度 而哈里斯在这方面还不够稳定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数据 哈里斯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支持率远远低于预期 况且民主党的重新整合谈何容易 拜登的退出让党内原有的团结瓦解 根本不是什么重生的契机 而是一场可能导致失败的大灾难 这让我想起当年卡特在1980年面临里根挑战时的情景 那次选举中民主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 你真以为哈里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扭转乾坤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